其實在心臟科門診 十個人裡面 真的有心臟病的大概有幾個 以初診來講可能不到三個 剩下七個就像有可能POGO的肌肉拉傷 或者是胃食道逆流 或者像剛剛講帶狀泡疹 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比例不高 尤其是年輕族群 如果你是三四十歲 你常常覺得胸口悶痛的話 甚至有心臟病的機率 可能十個裡面不到一個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一個病人他也是來的時候 大概六十歲的男性 他來說就是說很明顯的 來急診就是說 胸痛 胸悶 然後會有點喘 那其實症狀聽起來就很典型 像我們傳統講的心肌梗塞 包含倒汗都有 所以急診醫師很立刻就幫他做了 心臟圖跟X光 那心臟圖其實並沒有看到很明顯 我們講心肌梗塞那種血管缺氧的狀況 那X光其實看起來也都還好 所以這時候醫師就會想說 那會不會其他的原因 那其實有一個毛病 在急診科跟心臟科醫師來講 會比較小心的 叫做急性肺酸塞 他其實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他死亡率其實不低於心肌梗塞 他等於是肺部的血管緊急被塞住了 所以那個急診醫師就覺得說 如果你心臟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想的就是 會不會肺部血管塞住了 所以趕快幫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就一做果然在肺部的血管 看到一個很大的塊塞住了 那所以後來這個患者 我們就去幫他做一些抗凝血的治療 把他這個血管的問題給解決 但重點是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所謂的肺酸塞呢 一般來講肺酸塞的有幾個好發的族群 第一個是年紀很大 所謂是年紀很大是七八十歲以上 而且他是很少活動的老人家 這第一個 那他六十幾歲其實是平常是一個 很愛活動的阿婆 所以其實根本不太像 第二個就是說有些人是 剛開完尤其下肢手術 剛開完尤其下肢手術 剛開完尤其有可能會產生血栓的反應 他也沒有 那第三個大家小心就是說 會不會有癌症 所以後來其實他住院之中 我們雖然一方面處理他的肺酸塞 但同時也在幫他處理 有沒有可能有潛在的癌症 結果後來真的被我們找到 他有一個 所以因為他這個癌症 所以導致他身體的一些 凝血功能機制變化 才產生的血塊塞住了肺部 因為發現了很早 因為他還沒有開始有症狀 就先有肺酸塞這個表現 所以等於說這個肺酸塞 某種程度也是幫了他 就是說讓他可以提早發現說 他其實有一個腫瘤 之前不知道 那其實像我們在急診 常常遇到就像陳醫師講的 急診科醫師看到 急性胸痛 我們一定會先做心電圖 那我之前遇過一個31歲女性 她是 差不多11點多吧 坐個救護車來 然後問她說怎麼樣 她就說我剛剛突然覺得 胸口很不舒服 然後現在覺得喘不過來 很悶 對 31歲女生心肌梗塞 應該不太可能吧 對 可能剛剛跟先生吵架 不過先生確實在旁邊就是 我老婆怎麼了 你躺著寶貝什麼什麼 對啊 然後內心又會很多OS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沒關係 我們先做一下檢查 然後看心電圖也沒有缺血性的病變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全部的檢查都是OK的 那要不然我們看一下超原波 如果沒什麼問題 應該就可以回家 那再去心臟內科門診追蹤 對 然後就一放上去看 心臟旁邊沒有心胞膜積水 看起來主動蠻好 可是肚子怎麼有水 就很奇怪 因為正常人的肚子裡面不會有水 不會有液體 那液體不是 腹水就是 出血 那我就開始找 結果就在那肝臟左葉這邊 就橫膏膜正下方 肝臟左葉這個地方 差不多在心肩 就發現有一個 肿瘤的東西 30歲 對 31歲而已 然後看腹水很多 可是他下面肚子還不會痛 因為就積在這上面 然後他就躺著 然後我就趕快給他安排 電腦斷層 那後來就去做血管散散 那後來追蹤這個病人 他確實是肝腫瘤 肝腫瘤是肝癌的 對 一般肝癌不會痛 那因為他的肝臟的腫瘤 是長在他的肝臟包膜下面 而且那天破輸來 壓到肝好 再長上面一點沒感覺 就一直往上升 而且31歲他不會去做體檢 不會啦 不可能 對不對 他年輕 因為後來也覺得我運氣不錯 因為31歲 通常女生這種抽血管就 而且他一開始急性出血 他血色素不太會掉 他運氣不錯 不是你運氣不錯 我運氣更好 運氣更好 他省了三千多萬 有問題 他賺了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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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富 大家這麼好事 怎麼講得這麼... 腳勁感覺 對...換個角度看 事情又不一樣 對 來 第二個 偏頭痛好不了 竟是這些病因在搞病 偏頭痛最難 對 比較重要是多想把他擠壓掉 把他...把頭都砍下來 對啊 痛死了 而且治不好 偏頭痛是所有頭痛裡面 最常見的 只要你看不懂 只要變得痛一邊 很多醫生都算是偏頭痛 偏頭痛其實定義很簡單 就是如果單側痛 可是偶爾會雙側 痛在哪裡 太陽穴 太陽穴 痛的感覺是什麼 砰... 然後大部分會有 家族死 女生特別是 初經開始的時候都會有 因為它本身其實屬於一種 荷爾蒙的變化 剛開始的時候 傳統的偏頭痛 我們講典型的偏頭痛會是什麼 看到東西會散光 變形 馬賽克 東西在游來游去 30分鐘 最多最多一個小時之內 就開始砰... 開始痛 而且它痛的時間會很久 不會說你痛個1分鐘 2分鐘 它可能痛4個小時以上 而且痛到你沒有辦法工作 4個小時 因為我記得好久以前 美國那邊有統計過 因為偏頭痛每年造成的那個 工時損失是好幾百億美金 因為痛到你沒有要工作 你就請假 你就那個 對啊 可是頭痛 真的是全部就是偏頭痛嗎 其實不盡然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或者是 去年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 大概40歲左右 其實他來 其實因為他做完健檢 為什麼會去做健檢 女生 他媽媽大概一個多月前 突然之間送到醫院 脂肢磨蝦腔出血 脫掉 為什麼脂肢磨蝦腔出血 就是 血管瘤破掉 我就問他說 他女媽媽以前有沒有頭痛 很標準的偏頭痛 就是剛剛講那個 散光完的時候沒多久 而且痛了四五十年 然後我就問他說 最近頭痛真的沒有比較奇怪嗎 他說有 最近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痛嚴重度比以前更痛 就是早上 如果以前偏頭痛 不管有沒有吃藥 他嚴重度大概十分滿分 大概六分七分 他最近說頭痛的程度到十分 而且痛完之後會怎麼樣 他在發生了兩三天之後 突然有一天就醒不過來了 那時候他 我說那兩三天特別痛 為什麼不看醫生 他說他覺得出去玩回來 會不會太累 或者怎麼樣 所以他覺得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突然有一天就叫不醒 那個病人也遺傳他媽媽的 也有偏頭痛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去做個健檢 所以那天做完健檢回來 一看什麼 我看那個血管瘤 六個millimeter的血管瘤 對 我跟他說 這個六millimeter應該要處理了 因為五個millimeter以上 其實他破的距離就比較高 對 後來他就是選擇 用栓塞的方法幫他處理掉 但血管瘤跟偏頭痛 有沒有直接關係 原理上是沒有直接關係 他塞完之後 他還是持續他的偏頭痛 不要以為血管瘤塞了之後 你就不會偏頭痛 那個是兩個意外的發現 像我有 我後來的發現 我最終差不多 也差不多七八年了 我後來發現他都沒長大 可能是我小時候生下來就這樣 就像我去看我血管 我不是之前講說 我也是到逆流 我照兩三次那個心臟 3D動畫打線影機 很漂亮對不對 還在跑步機上跑那種 對 後來發現心臟 還先到台大 還驗血糖什麼一大堆的 最早的時候 他還說我是 後來我去照那個3D的 照照他說你沒有 可是他們照完之後 就發現我的血管 我不會形容 一般人這樣血流量 我是這樣流過來的 逆流的 對 他說你的血管 跟別人不一樣 我說那怎麼辦 你生下來這樣就這樣 你就活得好 你怎麼生了怎麼長 就像有人心臟長到右邊一樣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後來我就想到 是不是我腦血管流 本來出生就有了 就是一直打他 它是一個結構 而不是後天造成 這個就是要最終 因為其實小朋友 也不會沒事去做個血管攝影 喝自公正那些 大部分會有症狀 或者其實真的 40歲以上有家族死 或者沒有家族死 最好最少做一次 全身健檢 包含腦部的血管 對 應該要 真的要 因為你會發現你身體的結構 是你從小沒有想過 沒錯 會有這些東西 會有那些東西 因為我血管是這樣的 這個不知道 就這個當然是 超人 超人 其實我要誇張剛才講 如果你真的是後天造成了 血管的病變 絕大部分 因為血管它有好幾層的結構 如果你是後天造成 壓力造成的 它的那個血管壁會比較不健康 所以會比較像陳醫師講 它容易破掉 假如真的你是從小 真的是天生的 那也分兩種 一種就是 那一邊真的壁比較多 一種是那邊的結構很完整 但是它就是比較晚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追蹤最主要是說 看看它有沒有變大 怎麼樣會有它有沒有變大 就是你有沒有高血壓 或者是剛才那個陳醫師 講的一些危險因子 你有沒有一直去給它加成 你試圖要把它衝破 那當然就會破掉越來越大 那頭痛當然有很多原因 那其中一樣 常常大家會忽略的是一個 高血脂的一個狀況 我有一個30歲的一個 那個BMI 大概40的一個男孩子 那是病態性的 那他本來呢 他從國中開始 就是有點胖胖的 那頭就比較容易有痛 那時候的痛應該跟陳醫師 跟他也分享 一開始的偏頭痛有關係 那等到後來年紀越來越大 工作越來越大 好像頻率越來越高 那來看我的時候呢 是已經痛到覺得長 頻率實在太高了 一個禮拜呢 可能有痛到三天到四天 那因為家人就說 你就是太胖引起了 所以就叫來找我 其實他的血壓跟血糖 其實是OK的 可是一抽他的 三酸甘油脂到1200 三酸甘油脂一般的標準值 最好是200以下 那先給他開那個降血脂的藥物 因為他目前只有這個問題 結果吃藥吃一個禮拜之後 他真的就比較不痛 那時候去抽他的三酸甘油脂 1200就降到大概300 400 那所以他只要血脂一下 他就變得比較好 後來他有頭痛的狀況 是一直有改善 但是因為他後來胖的問題 他還是有去動這個 所謂的減重代謝手術 當然後面整個問題都好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 主要是在於頭痛 我必須要分享的是說 來找我看門診的 不是只有這麼胖的人 高血脂他才會頭痛 我也遇過很瘦 比你還瘦 然後呢 可是呢 他就是三酸甘油脂一抽 就是七八百 那他每次 這個有一點家族遺傳的問題 但他每次一飆到500以上 他就脖子痛 肩膀痛 然後呢 只要用藥 把他降到大概兩三百 他就會整個症狀就好很多 那所以高血脂本身 為什麼會引起 這個所謂的疼痛 你血管的因素就是 當你血脂高的時候 你會造成 血管媚弊的發炎反應 所以為什麼當你血脂很高的時候 你會頭痛 因為你血管會一直處於 一個發炎的狀況 偏偏頭痛的病因常常不明 但是有的東西會去加乘它 或者是說本身有一個因素 它本身就是容易造成頭痛的原因 其中這一項就是高血脂 所以這個必須要注意 而且高血脂久了之後 就會回到剛剛瓜哥 動脈瘤的問題 你會容易造成血管癮 到時候就容易有破裂的問題 因為我們血管太細了 對 所以哪一條毒道都不好 我手道還看到蠻多人 一直頭痛 而且有的人還沒看到船 就先吃暈船藥 那就是啊 在看到船之前就要吃暈船藥 沒有 很離譜 從高雄港做到齊精 就要吃暈船藥 那真的很嚴重 就看到齊精在那邊 你還要吃暈船藥 不用吃 你就坐小孩嘛 就已經刺在等了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碼頭槓口 就在對面而已 那應該是心理壓力造成的 就是很多譬如說偏頭痛 它也會受到你的心理因素 譬如說你工作壓力太大 天氣變化 開始陰還沒下雨 你就開始心情會沾 那個痛就 我好像快要開始了 開始了 開始了 對 其實會不會 發作會不會怎麼樣 不會啊 可是大前提說 如果你有健康生活型態 運動 生活習慣真的是很OK的話 其實疼痛頻率真的會下降 不見得一定要用藥 反正用藥會 你會知道 用藥會有一個 一顆不夠 兩顆 兩顆不夠 三顆 到時候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我們要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很多人真正痛起來 那種痛是可以知道 可是在沒有痛之前的那個壓力 每天要承受壓力 是比痛還痛 準備痛藥來那種可怕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